北方人冬至的时候要吃饺子 我们今天就拿萝卜来做一个蒸饺 咱们先把这个干贝给它泡发 我用了大概两个小时 现在来和面 就是300克的中筋面粉 100克的土豆淀粉 先把它们给混合 我们来做一个半烫面 先用100克的滚水把它加进去 搅成絮状 然后现在再来加凉水 这里是115克 分次加 蒸饺子皮用这种半烫面的方法做 口感格外好 加上一点淀粉的话 它这个面皮看起来会特别漂亮 都搅成絮状以后 我们再给它加一勺油 这样这个面皮会格外的软 搅成絮状以后 我们就可以下手来揉了 第一次揉不用揉的很光 只要没有干粉就可以了 先盖上盖 让它休息5分钟 我们再来揉 5分钟以后 再来揉 这个面就非常听话了 这个面本身是一个中等偏软的面团 一两分钟以后 这个面就可以揉得很光滑了 我们给它盖上盖 让它再次醒面 大概20分钟 现在我们来调馅 这是300克的猪肉 一勺姜末 一勺酱油 一勺蚝油 泡好的干贝给它撕碎了 再来一点盐提味 胡椒面 一勺麻油 把所有材料给它搅拌一下 咱们之前泡干贝这个水 分次给它加到肉馅里面 每加一次 就好好给它搅和一下 我分了大概四次 把全部的水都倒进去了 用这种方法 嚼出来的馅 特别的多汁 鲜美 现在我们来搓点萝卜丝 这里大概有一磅 都搓好以后 我们撒点盐 把那个水给撒出来 静置几分钟 几分钟以后 我们把这萝卜出的水 都给它挤干 和咱们这个猪肉馅 给它调匀 葱最后再加 咱们这馅就做好了 案板上撒点面防粘 形好的面都不用再和了 直接把它整理成一个长条 捏出来大小一样的剂子 撒点干粉 搓圆 按扁 然后我们擀成中间厚 边上薄的饺子皮 包之前撒上葱末 给它稍微搅和一下 我们开始包 就从一边往一边折 这样就好了 都包好以后 我们就准备上锅蒸 水开了以后算时间 盖上盖 大火蒸 15分钟 15分钟以后 热气一散 可以看到咱们这饺子皮 有点微微透明 就是因为咱们加了 那100克的土豆淀粉 现在来尝个味 蒸饺最好吃的时候 是趁热吃 它这种搬塌面的皮 这个时候是最筋道的 咬一口 咱们这萝卜和干贝 调的馅 又非常的鲜美多汁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